明示在行感恩记上线啦 新年好礼订阅就抽 那到底要怎么抽奖呢 那还不简单 我们一起说 丰富大奖周周抽 详细办法请建明示新闻官网 或文字说明 今天有一个863号 那是838等人的同医院的护理师 这次里面他的一个相关的发病日 跟可能的接触日 其实那个时序都相当的短 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武汉肺炎疫情严峻 北部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情况扩散 已经有两名医师 三名护理师确诊 那指挥中心也成立了 前进指挥所进驻北部医院 陈时中坦言 这次疫情来得急 而令人担心的是 两名医师讨论病情 在都有戴口罩的情况下 依然传染 所以口罩也挡不住病毒吗 还是接触造成感染呢 那尤其是一采阴性 是否也容易放松警觉心呢 因为染疫的护理师 就是一采阴性后 出现症状跑去诊所 网络上已经有人在怪 医护人员自己都没有遵守规定 也缺乏警觉 但是医护每天都在病毒的环境下救人 警觉心要如何拿捏呢 会不会动不动就怀疑自己确诊 动不动就想隔离呢 那还有办法工作吗 医护是不是也要罢工了呢 因为工作太危险了 所以一味的责难医护人员 对防疫有帮助吗 还是反而打击士气呢 造成防疫破口 那现在中国疫情出现许多 损害防疫的现象 除了官方一再隐匿疫情 河北疫情扩散到九个省市 而且多地重现随地倒的惨况 那官方有没有出面说明呢 河北的邢台市为了加速检测速度 或者外报公司呢 竟然谎报所有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那后来才回报有阳性 所以这种上下交相隐匿 防疫是不是漏洞百出呢 而中国官媒不检讨当局的防疫漏洞 反而带头对勤奋工作而染疫的民众出气 对一名石家庄的女子 确诊前六天下班兼职的影片 标题竟然写着可恨两个字 那随即触怒的中国网民 到底是谁比较可恨呢 吉林的超级毒王 遗传143 这又是把疫情责任推给民众吗 另外桃园市议员王浩宇被罢免成功 蓝军士气大震 点名其他的绿营明代继续罢免 所以这报复性罢免会延烧吗 还有共击扰台被我方警告 竟然呛瞎闭上臭嘴 我方该如何强硬回击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在我右下边另一位是政治评论员王简明 大家好 在资论媒体人邱明宇 大家好 也是资论媒体人吴国栋 专家好 再是林静怡医师 专家好 大家好 还有这军事专家于北辰将军 大家好 在资论媒体人王石琪 大家好 这是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关心 北部医院院内感染情况 是否扩散呢 来看指挥中心的最新说明 今天有一个863 那是838 等人的同医院的护理师 国内本土确诊在天一人 依然找上医护人员 暗号863 50多岁女性护理师 成为桃园医院群聚事件的 第五名确诊者 但事件爆发后 护理师首次被裁剪是阴性 是因为和前一天公布的 案856染疫医师共同工作 才再度被匡列 裁剪确诊 整起医院群聚 从卧病在床的COVID-19患者 案812开始说起 先是协助看诊的医师 案838遭到感染 再分别传染给护理师 案839 护理师案852 以及医师案856 再从这名医师 传染给护理师案863 不过案863的感染源 也无法排除环境因素 和院内其他确诊者 知道只包不住火 一周来都称北部医院的指挥官 陈时中终于松口 但现在有让他更有形的 确诊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让5名医护人员感染 指挥中心也立即宣布 6项因应作为 包括指挥中心人员 进驻部桃成立前进指挥所 冠病确诊诊 曾活动的病房 相关病人采一人疑似隔离 同时清空相关楼层 并派专家进驻协助管制 另外全院病患只出不进 陪病者只限一人 更要求因为相关所有人 一出现症状就得通报 并回本院检查 好我们看到这个北部医院 院内感染的情况 显然是在扩大 今天又在新增一名护理师确诊 所以这个指挥官 陈时中就说了 这确实是属于医院的 这个群聚感染 那现在所了解到 就是说这个感染的 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 从这个案 这个838的这名医师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 这个图示 就是说他传染给 这个他的密切往来女友 这个案839 那再来就是 这个案852 这是护理师 他们有三度接触 达一个小时 因为医护之间 本来就是会密切的接触 那再来就是1月10号 他跟另外一名医师 就是案856 他们有这个面对面讨论病情 那他们是非处于这个同休息室而染疫 那因为他们有面对讨论的这个病情 10分钟就染疫 所以有这种情形 这个双方戴着口罩就会传染了 这个确实 因为这个病毒是无孔不入 而且现在也不确定说 是不是这个飞沫感染 也有可能这个医院 他也检出有四处的地方有病毒 那是不是说 这个只能说是医院确实是一个高风险 非常脆弱的一个地方 那事实上这个发生北部医院 这个感染之后呢 那目前为止 一共有两名医生 三名护理师 两医三户 发生感染的事件 那所以指挥中心确实也定调 把这件这个叫做医院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群聚感染 那大家比较震惊的说 事实上陈时中 他在礼拜六晚上10点钟的时候 出来开记者会 你知道包括我们在这个记者群组 大家都跳起来了 晚上10点开记者会 就代表真的肯定有大事 对有大事 那要不然也不会这个陈时中抱着病 然后晚上10点还出来开记者会 那先来说这个852 跟这个856 这一名关键的时间点 都是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 1月10号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目前为止 指挥中心第一步先初步确认 838这名这个医师呢 跟852这名护理师 在1月10号的时候 他们在护理站 两个人交谈长达了 这个接触 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研判在这个时间点 是他们这个发生感染 一个非常极高的几率的时间点 那另外跟856医师呢 他们是在 也是在1月10号 那两个人 是因为这个856医师 他有一个病人 是发生这个咽喉有异物 所以他就去找了 这个838的这个主治医师 然后两个人在那边讨论 那这个 但是比较 罗生门的地方 就刚刚大家也在讲说 因为838这个主治医师 当时是戴着N95口罩 那856呢 这个医师 他戴的是外科的这个口罩 那两个人讲话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那怎么会两个人 戴着口罩的状况之下 一个N95哦 一个外科口罩哦 两个人都戴着 这样的状况之下 怎么还会 这个还会这样感染 那所以这个目前为止 还要再进一步 这个在调查当中了 那只是说 现在发生了这个两医三户的 这个感染的事件之后呢 当然有两个地方是需要检讨的 包括就是说 大家会认为 是不是这个医护的解决性 比较松了 因为这个8352 852在这个 虽然差不多是一彩因 但是852他在这个 有些症状之后呢 他第一时间 他还跑去了这个诊所 还去这个药局拿药 跟买体温剂 所以他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包括 有些接触者 然后大家会认为说 他缺乏警觉心 那856的部分 这个医师 他虽然也是一彩因 但是他还是去上课 那上课之后呢 当然有一些学生啦 跟这个老师 甚至有司机 他们现在这个 在接触的部分 目前也在这个裁检当中 所以今天指挥中心 也定调了 他就是说 目前为止 就加强医院的员工的宣导 就如果说你未来 就发生这个轻微的 这些症状的话 你第一时间就必须通报 而且呢 按照指示回院就医 不可以再自行就医 所以这种都是滚动式的检讨 因为我必须还是强调 这些医务人员 当然第一个他们很辛苦 第二个 他们确实是一彩因 一彩因的状况之下 当然大家的这个心防 会比较松懈 但是就是说 目前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还是呼吁社会 还是要给医务人员打气 不要猎屋 不要挤着猎屋 去责怪这些人 那只是我们先把这个网 给补起来 那指挥中心 也现在成立了 这个前进指挥所 所以现在要把这个破洞 给他补起来 是的确因为造成 在院内感染扩大的情况 绝对会造成 台湾民众心理的一个震撼 只是说现在连医护之间 其实平常他们工作的时候 几乎是全天后戴着口罩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会造成感染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 医护之间的这些心理状态 会不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请教靖医师了 你平常也是 在医院大概都是全天戴口罩 如果说在戴口罩的情况之下 特别是这位838 也是戴着N95 怎么这样子还会传染呢 这是到底是口罩没有用吗 口罩当然有用 我们去年熟了一整年的疫情 就是口罩很有用 但是先讲第一个 就是有一些人讲说 你看你看有一些人 不停地从去年开始 我们的感染个案数很少 而且没有发生社区感染的时候 有人一直说盖牌 你想想看 这种病毒的这么狡猾的病毒 然后传染力这么高的病毒 我们有可能盖牌吗 就是如果盖牌 你早就爆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不要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在讲盖牌 表示你逻辑非常差 那这个病毒 有一个资讯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到 但是我前几天注意 就是说其实去做病毒株的比对 这个就是说 一开始感染的这个猪院医师 他是真的是 从他跟他照顾的那个病人 是同一个病毒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表示比较更强更强烈的资讯 认为他应该是被他感染到 也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防护过程中 在穿脱的过程中还是病毒 还是很狡猾 那假设那时候我就注意到说 假设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就麻烦了 那代表有别的感染来源 但是这个感染来源很清楚 是从那个那个病人那边 所以这样子一路 我一直强调说 你知道感染来源你就不用害怕 那至于说戴口罩会不会持续 还是有感染可能 这个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些东西 第一个他虽然两个都戴着口罩讲话 我们说实在你很难去讲 他们有没有讲话 讲到要不要把口罩拿下来 因为你认为你是跟自己的同事讲话 这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警觉还是很重要 维持你应有的这个标准作业流程很重要 第二个除了口罩之外 因为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上班八小时 口罩完全戴着 也不吃饭也不喝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吃饭生活你一定得拿掉吧 吃饭喝水你会拿下来 那这个过程中 比方说如果你这个过程里 你去点滑鼠 你去用电脑 你去共用一些 因为医院里面的很多这个相关的设备 你是会一起用到的 那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可能感染 因为你用完了 我就去用你的滑鼠 用完之后 我刚好鼻子很痒 拿下来摸一摸 这都有可能 这就是风险 所以我们去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真的 那时候当时全台湾都在抢什么 这个酒精 有没有 一堆人洗手洗到手破皮 到后半年你已经很少听到 有人洗手洗到手破皮了 已经开始觉得松懈了 而且最近天气很冷 很懒的洗手 所以还是回来就是说 大家如果有把口罩戴好 有洗手 大概那个感染的状况会比较低 可是有两个部分我还是要叮咛 第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些人说打疫苗 我现在看到的包含国外有资讯 有医疗人员打完疫苗还是感染的 有国外的国会议员打完疫苗还是感染的 所以疫苗不是百分之百 也现在不要去只是指望疫苗 戴口罩跟洗手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流程 第二个就是住院医师的工作形态 跟组织医师的工作形态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我们之前一直讲分舱分流 比方说这一个护理师是在这一个病房 他就不会跑去别的病房 这个收清 我们讲的清洁人员 可能在这个病房 你不会跑到别的病房 不要我们讲的分舱分流是这样 可是住院医师的业务 我们讲住院医师业务真的很多 他很有可能这个护理站 那个护理站都得去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接触到组织医师 因为组织医师的业务是在门诊跟住院 他就会有这种互相cover到的情形 所以这也是接下来应该要去处理的 当然这个是过去长期以来 健保给付非常低 每个人的业务量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你只好业务就是一大堆 一个人会捡好多个 我以前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如果值班 我要跑的地方包含急诊 产房三个病房 开刀房 你想想看 你如果现在因为疫情 你要当然我们是妇产科 比较比较跟这种呼吸治疗科 相关的这种照顾武汉肺炎病人的科不一样 但是假如你现在这样子的科 你在短时间之内 你要让他只能跑一个地方 那卫福部 你要跟健保署讨论 这个医院的相关给付 你的第一个你给付要重新调 就是你去年跟今年 我就已经指定你是专责医院了 你不要在那边跟人家算点值 我直接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请你们照顾 你不要让医院去算成本 以前过去就是因为要算成本 所以才会一个人要兼这么多工作嘛 当然庄院医师还有他的受训的关系 那庄院医师就是对于这个医护之间 因为你们医院的环境是你们几乎 这个一天 这个可能超过八小时所在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等于就是你们医护之间的 那种所谓的洗手啊 那种避免感染的情况 那个等级是不是要再提高了 其实以SARS之后 SARS之后 环境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没有错 我一直强调说SARS之后 我们其实全台湾的医院 都有所谓的院内感染防治的这个策略 然后要不停的演练你要在每一个地方都看得到洗手的东西 包含洗手乳洗手的这个我们讲护理站的部分 或者是酒精洗手的地方 甚至身上要带着 也就是这个洗手的防护 接下来卫福部其实上个礼拜就有提到 他们要到很多医院 我们也有收到 就是说会到医院去做一个不定时 而且并没有事先告知的查核 去看是不是有这个比较疏漏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因为防疫已经防了一年了 所以对医疗人员来说 当然这是我们的日常 所以大家会很小心很谨慎 可是防疫了一年出现一个这样子的所谓单一医院的群聚感染 那就代表说我们在所有的相关的专责医院的程序 专责医院的制度 还有其他医院 你不是专责医院 其实我更怕的是非专责医院 或者是你是一个相关的人 比方说我去开会 我是跟专责医院的医师开会 开完我把这个病毒带回去 那个才叫可怕 所以这种搜寻得到的 我们就把他的应该有的疏漏 再把它补起来 但是我这几天我一直在强调 请卫福部要求 就是说暂时没有必要的评鉴 A医院去B医院开会 B医院去C医院做评鉴 这种事情请你前半年完全停止 那因为这次呢 这个北部医院院内感染扩大 当然指挥中心今天的记者会 已经把这医院名称给说出来了 究竟这样的考量是什么来证好 因为显然这个部分 已经造成台湾民众心里的一个震撼 因为医院如果发生院内感染 显然疫情已经大幅升高了 我觉得其实节奏感是蛮好 因为从一开始是案八三八 跟他的密切往来的女性友人 案八三九 两个医院密切往来 所以两边有所谓交互感染的状况 可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状况 就是要公布医院名称 要封院 要成立前进指挥总等等的 可是坦白说你如果只把这东西切到这边的话 你这就是话修嘛 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当后来事情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指挥中心在处理这些事情 是有节奏的 第一件事情 比如说案八五二 案八三八跟案八三九 其实两边密切接触不奇怪 可是案八五二这件事情 其实就已经打脸很多当初的普筛派了 你看案八五二之所以怎么被发现 很简单 他在第一次的时候 是有被匡列要去被裁剪的 那他第一次裁剪是阴性的 所以说其实坦白说 有些人说 陈时中也说 他警觉性有点稍低 可是其实你如果是他 你自己讲 你警觉性会不会低下来吗 我已经裁剪了 我裁剪是阴性 我喉咙痒痒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可是所有观众朋友 你想想你过去一整年 你有没有喉咙痒痒过 你有没有不舒服过 你有没有鼻涕流鼻涕过 你一踩是阴性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去买个成药说我吃个成药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东西是非常打脸 那个时候普筛派的说什么 要普筛 普筛就没事 普筛就不用什么 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等等的 没有 普筛会造成所谓的警觉性降低 这件事情是真实的状况 也发生了 所以案八五二 这个时候被隔离了 那案八五六这件事情 其实坦白说很悬疑 对不对 案八五六是三十多岁 组织医生 一月十号的时候跟案八三八就是第一个的四组 有讨论过病情 一起处理病患的喉咙 喉咙卡住的事情 这事情你看 一边有戴N95口罩 一边有戴外科医师口罩 还是确诊了 所以你看这个病毒已经狡猾成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 很多人去指责医务人员 你这个没有按照SOP 你警觉心不足 你应该封愿 我这样讲好了 当案八三八已经戴N95口罩 案八五六已经戴外科口罩 那他们接触时间不到十五分钟 十分钟而已 请问你在这个时候 再去说人家没有按照SOP 有意义吗 我们的结果就是什么 我们面对一个非常非常狡猾的病毒 你看这在光是这个案例 里面就出现多少狡猾状况 护理师明明一踩就隐形 结果没想到后面确诊 明明第一位的苦主案八三八 进去的时候 全套的防护衣还是确诊 明明案八三八跟案八五六 这两位医生接受都有戴口罩等等的 还是确诊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面对这个病毒 坦白说已经跟去年不太一样了 去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多是有经无险 大家还记得吗 什么敦目舰队 外籍移工 甚至还有说什么 酒店的从业人员等等的 那个时候有经无险 结果今年那时候一开始听到说 英国有变种病毒 说大家其实没感觉 你所谓变种是什么样的变种 是变种到什么程度 感染力多百分之七十 是什么意思 可是你看这次案例就知道 非常非常的狡猾 而陈时中 或是说我们整个指挥中心 在面对这么狡猾的病毒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 不需要再政治口水了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 就是不要政治口水进来 现在陈时中记者会 刚刚已经说了嘛 有几个措施嘛 成立前进指挥中心 在里面的病人 一个人一间等等的 不要再谈什么风怨 坦白说风怨这件事情 大家是不是忘了当时 和平医院的风怨状况 非常非常凄长 我简单跟大家讲 和平医院那时候一风怨 你知道吗 他风到什么程度 原本病患 病患家属 护士医生 莫名其妙就被关在里面 甚至里面还有去借厕所 计程车事情都被关在里面 结果是什么 最后员工是57个人感染 7个人死亡 病人是97个感染 24个死亡 这些事情是风怨的下场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在处理 还在控制的时候 不要谈这些东西 我们一步步来做 把病情控制在最小失控范围的话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状态 对的确 因为再去谈风怨老实讲 已经有前车之鉴 所以不要再去提 那个惨痛的经验 因为对现在的防疫来讲 完全没有帮助 那只是说现在的这个 整个的医院 这个院内感染 扩大的情形 的确指挥中心 已经成立了 这个前进指挥所 来洁明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院内感染的防止 是不是能够及时 把它防堵下来 好 当然现在这个 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说明了 他们现在针对 那个地方的医院 他们现在开始 紧急要把它整个处理 消毒 那当然这里面 当然一定先安排 这个病患的一些分流了 因为毕竟 这个医院也扮演着 台湾三分之一的 以上的这个 我们说的武汉病毒的治疗 是一个我们台湾 重中置重的医院 那我相信在言语之中 其实我们陈时中部长 也是对这个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 有所这个珍惜 你们真的很辛苦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帮忙大家解决了 绝大部分的这个医疗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 在看的时候 其实这是大家一致性高度 观众一个医院院所的一个 所谓的院内的感染 可是你还记得吗 其实在去年的 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 也曾经在北部某大医院 发生重要事情啊 当时的状况也是非常危急啊 可是我们最后结果事情是 这事情也都把它处理掉 表示现在医院对于 所谓的流程部分 我真的请大家去放心 因为我们曾经访问过 很多医生也包括礼品 也包括大型的医院 他们说在上次的这个 就是和平医院的封城之后 他们曾经非常严格讨论 到底医院在发生的事情 该怎么处理 所以我认为他在 他说这个事情非常快 但是医院在第一时间 也做好断然的措施 立刻就所有的这个医生 因为你知道医院人守不住吗 所以有些会去做这个门诊动作 全部做停止的 我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对这个医院 他们在第一时间 所做的这些 SOP流程是完全按照他的规范 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 只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要确认多少的护理人员 在这一波是有感染的 我们要知道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 这个医院已经执行 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这个检验了 因为现在这个新增的护理师 他也是跟前任护理师一样 第一次检验的都是阴性 第二次检验 才有这个 才有阳性的状况 因为这个病毒真的很可怕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静待嘛 所有的医院可能还会 这些医护人员会做 一次两次的这个检验 这个检查 而且现在重点事情 根据这个 我们说疫情中心的说法 现在所有的 跟相关的医生呢 现在都已经开始 做有效的一个 就是我们说让他隔离 所以我们觉得 不用把这个事情扩大 而且我要这么说一句话 你以为这些医生的活动力很强 护理师的活动力很强吗 我们刚才就在猜到底这些护理人员 他是 医生护理人员是分三班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分了十二 有一班的是半夜十二点 第二天早上八点 有一班呢 是八点完之后四点 有一班的四点到回来的时候十二点 我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这个护理人员 他是四点到十二点的 你叫他说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回到医院去做门诊 哪有门诊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 医院的护理人员的生活 跟我们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你不能用我们的眼光说 你以为我们下班会拍拍照 很多人聚餐 没有 回到家第一次先休息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医院的状况这样子 我觉得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 理论上 你应该比如说也十二八 半夜十二点 到第二天八点上班的护理人员 他八点到就要交班了 你去看 你到有在医院 家里有病人在医院的 你注意看 他们八点钟真的结束 就立刻就可以结束吗 没有耶 他们要仔细的跟下一任 护理人员 要交接所有的这些案情 等到结束的时候 可能九点十点了 有时候哪个护士 护理师晚点到 他还要继续延迟 他的工作时间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大家去质疑说 那位护理人员 骑自动机回家 那位就是我们说 前面的案例 说他怎么 这时候还要回家 怎么去一般的 这个医院看诊所 你如果了解 这个护理师的这个行为的话 你绝对不敢苛责 因为他们的生活 真的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 不是说我整天早上 八点钟上班 晚上五点钟下班 还可以大概一起吃喝玩乐 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们这么讲 我们要用将心比心的一个道理 来思考这个问题 事实上前阵子 有一个大型的医院 也发生了 类似院内的感染的事件 也是很快去止息 而且我觉得 非常庆幸的事情 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 只是单纯是医生和护士 我们并没有看到 和平医院当时的案例 院内群聚感染的 这个状况是在扩散 特别是医师跟医师之间 如果说讨论一个病情 就造成感染 我想要请教时接 这对医师来讲 会不会造成心理震撼 到底是要怎么样 连戴着口罩都会染疫 再来 在他们的休息室当中 有找到病毒 显然这个接触感染的可能性 是不是也很高 的确 就是说 从目前显示出来的迹象 这个病毒 的确是处在一个 侵略性极强的状态里面 所以在尽管防护的过程当中 都有做到说该注意的事项 可是还是很难 很难去避免 毕竟医院本来就是一个 病毒的聚集地 就是有病的人就是到医院 所以这个医院里面 一定充满了各种的病毒 所以医护人员的压力 自然是自然是大的 那我相信 守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一定也都知道说 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应该要做的这些功课 以及应该要做的步骤 所以我们才可以 撑了一年多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仍然觉得医护人员 他们的这个劳心劳力 然后愿意在这么危险的 环境中工作 这件事情我真心觉得 非常了不起 那也因为这这支病毒 你看他有的时候 阴性 有的时候踩一踩 又变阳性 就是他会反复不定 他的变化莫测 使得人类在抵抗 他的时候 难度困难度就更为增加 所以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 动态的调整的过程 而应该是说 看到了一个小洞之后 好 因为我们本来是 铜墙铁壁 现在台湾的确处理的很好 防得很好 可是当内部仍然还是 难免会出现一些 小裂缝的时候 现在应该做的是 那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裂缝 用3-code 给他填满 让他不会跑进来 那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 你可以看到社会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言论就是 不断的在挑错 不断的在挑毛病 你是不是这个医护人员 你到处给我啪啪照 你这个是不是没有做好 分舱分流 你是不是没有遵守SOP 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他们 他们辛苦了这么久之后 然后突然间变成一个大箭板 我相信对他们来说 工作压力已经更 已经够大了 社会上面指责的这些声音 会使得他们那个压力乘以十倍 就好像是他们明明在奉献 在付出 他们在救人 对在救人 可是却被当成了社会上面的 嫌恶设施 你是医护人员 所以你只能外带 不准给我进来 这种歧视 这种标签 我们从过去的SARS当中 其实应该学到了 非常深刻的教训 这一次我们不可以重蹈覆车 当时刚刚正好有提过了 当年的和平封院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 那时候我们有多少同业 在那边拍的时候 差一点点 差几秒钟 他没有跑出来 他就 攝影记者就要被关在里面 对 那个状况 根本突如其来 无法应变 而且当时的医护 他们 他们当然也惶恐 因为那个病毒是未知的 当时的台北市的指挥 马英九市长 他怎么说的 他说 你们这些医护 就是前些的战事 我叫你干嘛 你就要干嘛 是这个样子吗 就你不能够 对于你的市民 多一点的关怀 温暖吗 和力挺吗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你看陈时中 陈时中最近 不是因为咳嗽发烧 他自己去检测 感冒症状 结果他现在 不但要防疫 照顾全民的健康 然后要保护我们的医疗防线 还要照顾大家的社会情绪的红石 他却变成了剑把 在记者会上面竟然有问他说 那你是自费还是公费 那你怎么可以啪啪噪 你怎么可以出来开记者会 就是说他 他现在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了 然后还要背后 被自己人这样子射箭 我会觉得的确是心疼 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社会气氛 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 那我会觉得有很多的时候 你攻击陈时中 是因为带着政治上面的仇恨 你基于自己的政治上面的利益 攻击陈时中 等于攻击民进党 等于攻击执政党 可是你却同时 可能攻击了台湾的防疫 以及攻击了所有的医护 你把医护一起拖下水 这件事情对于你也不会有好处 对台湾都不会有好处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在这种时候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医院看到的这几个病例 他的溯源都是清清楚楚的 那刚刚医师也提到 他们的基因序列都一样 所以你其实知道他从哪边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找出 他有可能往哪边去 既然是知道他这个 这个坏病毒的来龙去脉的话 我会觉得我们仍然应该是有信心 有能力可以把这支坏病毒 管控在一定程度的范围之内 好 现在北部医院院内感染 有扩大的情况 那其实在周六晚上十点 陈时中是召开紧急记者会 公布这染疫护理师 那这整个的周末假日 都陷入一个我们的社区 是否有感染的一个恐慌中 因为这名案852的护理师 发病前前往诊所 看病还去药局拿药 那陈时中说警觉心太低 专家李秉颖今天是强调 外出就疫的可能性很多 那民众不用过分责怪这名护理师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必要去考虑封院 所谓的封院 像2003年那个和平封院是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太知道 怎么去防范一个大突变的病毒 大家都不知道 面对北部医院群聚事件 专家李秉颖上节目直言 封院没必要 那时候的封院就是完全不能出 你只是去看个病 结果就被关在里面 这是不合理的 最严格的做法就是 停止所有医疗座位 所有的病人转出 所有在那时候待在医院的人 2003年SARS疫情 和平医院封院做法 李秉颖也不认同 甚至认为封院恐怕造成院内感染扩大 但疫情持续升温 检讨声浪也四起 最明显的例子案852女护理师 接触者79人当中 还匡列了她曾经前往的诊所 两名医护和两间药局三人 连指挥官陈时中都坦承 她警觉心态低 外界也纷纷质疑 护理师为何不在院内就诊 晚上下班的时候看比较方便 或者是说她的症状自己认为很轻微 自己已经又过敏 认为也是可能是过敏症状 所以她并不直接想到说 有可能是新冠病毒感染 所以其实可能的原因很多 我们也不要过分去 责怪说她的就医的一个地方 并不是她自己所在工作的医院 面对医护辛苦 李秉颖也不忍苛责 只希望院内群聚事件早点落幕 让台湾本土案例再度归零 我们看到北部医院的院内感染扩大 那特别是这名护理师 外界有些批评声浪 就说她为什么不去 这个自己的医院就诊呢 那陈时中有说啦 这名护理师呢 的确是警觉性不足 但是呢现在去苛责这个护理师 对防疫有帮助吗 我们看到专家李秉颖就说了 如果发生院内感染 是要检讨系统性的问题 不要把这院内感染 把它妖魔化 那对于封院处理 也没有必要考虑封院 因为当年SARS 对SARS无知 才用这种不人道的方式 就在提当年的和平医院 先请调明宇 这名护理师是有警觉性不足吗 还是说他认为要下班后 再去针对自己的症状去看医生 因为他可能正在工作中 有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 对自己的医院造成困扰 确实啦 因为陈时中也说了 他是说这个这名护理师 似乎是警觉太低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因为他是一采婴 他一采婴之后呢 他大概就觉得说 可以比较安心一点 所以他就是继续跟家人同住 那他发现咳嗽 跟发烧的症状的时候 他是去附近的诊所 那甚至去药局买药 买这个体温剂啦 那这个现在看出来 就是说包括他的家人 因为他跟四个家人同住 那包括他的哥哥跟爸爸 都有一些这个流鼻水啊 咳嗽的一些症状 那所以是不是所谓的 这个家庭的群聚的感染 这当然后续要再观察 那但是呢 就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就像这个我们中山医学院的 这个一个谢中学医师 他就讲说 哇 突然有些人 感觉好像就是不知道 抓到了什么 打了鸡血很兴奋啊 就说啊 你看啊 就是盖牌啦 要跟你讲要普筛不普筛啦 还要封愿 然后检讨医事人员 还赞成杨志良之前的开除的说法啦 甚至还很过分 就是说进一些医事人员 是不是以后都不能去餐厅用餐 哇 他就觉得说 现在感觉就是说 整个社会又开始在猎屋了 明明就是出现了一个 微微的破口 但是你现在我们要做的事 应该是尽力的 把这个破口补起来 就有些人想的不是 尽力的去补救 这个破口 那反而是想把这个疫情的缺口 给他撕利 以为忙着攻击 炮轰 那对防疫对不对 到底帮助是什么 还是反而在破坏 就造成社会的对立嘛 那确实我们就讲说 包括指挥中心也坦承说 这个医事人员 是不是说警觉性低 那是不是整个系统性的检讨 所以现在包括 就是说我们密集接触的定义 也开始要改变了 就是你只要跟这个 比如说高危险群 就接触之后 全部都要变成居家隔离 这种就是滚动式的一个检讨啦 那至于有人就直接跳说 哇 那这个医院 马上就把它封病院 我们就是直接像那个 之前的那个SARS的和平院 就直接封病 哇 那这个 这当然就是包括黎秉影师 还有指挥中心 陈时中今天也说了 他说现在就是并没有要封病 但是可以封病室 就是把这个 这个整个疫苗大消毒 所以目前是维持指出不进 指出不进 但是并没有封病 因为说实在的 很多人都在问说 封病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怎么会有封病的标准 那你动不动 就像和平医院封病 那有些人今天进去看病 哇 马上就当时 大家还记得2003年的和平医院 是你进去之后 突然就说封病 下令马上就封病 你是去一进去 然后就出不来 然后全部的人就被锁在里面 然后也没有外援 那感觉大家都在里面 就是在等死一样 所以这些包括对医护人员 还有就是说你去看病的人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公平 所以就说 那你要讲封病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话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专家来讲 确实医院是最脆弱的场所 医院确实 因为包括这次的指挥中心 也坦承说 他们在这个医院 就是这个确诊的 这个医院当中 就包括四个地方 就发现病毒 就发现病毒 那所以呢 就是说现在不是说 我跟你讲话 就是我不是我跟你讲话 这个飞沫传染 就会就是有可能会得到 甚至你手随便乱摸 你只要乱摸 譬如说你去探病了 这个病床的栏杆 厕所 然后桌子 接触感染 对接触 有人哈琴医生 那个病毒就粘在这个桌上 这个粘膜感染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说 封院当然不 现在不是要做的事情 只是说大家要保护好自己 包括你进出医院 你本来用酒精消毒 然后戴好口罩 那你出来之后 要这个洗手 这个就本来最根本的一个做法 那就是说自己保护好自己 那这个我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而不是说 现在好像在唱衰 就说要封院 怎样 就讲一些这个非专家的意见 我觉得这只是制造社会的对应 老实讲 现在有很多人是在讲风凉话 特别是对医护人员 那因为医护人员是 每天都在跟病毒在作战 那有人就形容了 在枪林弹雨中久了 怎么可能说不中弹呢 总是会有那个一点点那么一丝点百分之几 甚至是百分之几 有可能会中弹啊 所以你现在要去苛责 这些医护人员 有没有警觉心 就要请教靖医师了 这个警觉心要如何拿捏呢 如果说你每天都在险境当中 那你如果说要把你的警觉心拉到最高 那你会不会动不动 就觉得自己确诊 那动不动 就觉得那我应该去隔离 那我们的医护工作 要如何继续下去 所以先讲第一个事情 一直有人在问封院 如果国民党还是认为封院 他们的想法还是在封院的话 只能再一次证明说 在SARS的教训里面 国民党完全没有学到 还学不够 那一次的SARS 在和平医院的封院 造成了很多无辜的 包含医疗人员 民众的死亡 讲白的就是造成无辜人的死亡 因为你把有病的没病的全部关在一起 你们都不准给我出来 当时整个动线也不正确 防护用具也不正确 整个防疫概念都不正确 那所以第一个事情 就现在还在讲和平封院的话 表示脑袋根本没有进步 还留在那个错误的概念里面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我们问的是说 你封院要封来干什么 也就是大家假设 现在里面都有问题吗 那所以现在大家假设的封院 是把这群人全部关在医院里面 都不要出来吗 那已经出来的人呢 要不要再把他关进去 所以时代完全不一样 就是今年我们的 去年我们的防疫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疫调 第二个手机的部分 你的手机的足迹 你去了哪里 你接触了谁 这个部分的疫调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一圈一圈 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 他的疫调的过程 就是一圈一圈 从感染者的接触者 第一圈 接触者在外围第二圈 第三圈这样一圈一圈出去 如果说我们讲系统性检讨 其实要做的事情是说 好这每一圈的人 你的下一个指令是什么 所以像大家在讲说 这位护理师 他可能第一个 他觉得我已经采验是阴性了 所以我就顺便 在我附近的诊所做检查 那当然还好 他的诊所的医生很警觉 他也有把他的病史讲清楚 所以后来还是回到医院去做检查 那这个事情回来讲 就是说 如果以系统性检查来说 现在卫福部 现在指挥中心所匡列的 相关的医疗人员 一圈一圈或者是所谓陪病家属 这每一圈很多 我们之前讲了 他最短时间晚上没睡 全部验了阴性 对不对 那这些阴性的人 下一步他要跟他讲的是 你有什么症状 你要去哪里 这件事情讲清楚就好 也就是 你可不可以去哪里 你能不能做什么事 你在第几天之内 出现哪些症状 你要打给谁 让谁来告诉你去哪里就诊 这个就是很清楚的 我们讲的操作定义 所以这个护理师 也不是说爬爬罩 他只是去诊所去看病 他也去就医 他没有说 我就拼命打喷嚏 然后到处全台外 还跑去哪里玩 他一样去就医 而且他还把他的病史讲出来 所以简单来说 在系统性检讨里面 就是针对目前这一家 医院的可能 包含我们现在匡列的这些 可能验起来都是阴性的 但是你要跟他讲清楚 未来三天或未来五天 通常应该是未来七天 未来七天 你要是有哪些哪些症状 你要打给谁 由他来帮你安排就医 就很清楚了 就不会再造成这样的恐慌 第三个事情 就再一次讲嘛 国民党从去年一直讲什么 普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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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说普筛之后 你拿到阴性的结果 就是你会轻忽 你可能的感染 现在马上出现嘛 一彩阴的结果 大家就觉得我没事了 我没事嘛 我只是打喷嚏 我就过敏体质 我去找一下 我平常在看的医生 我拿个药啊 所以为什么强调说 你要从症状 以及接触者 来做一个明确的规范 然后高风险群 低风险群 就去做处理 这是非常明确的事情 所以不要整天在那边 搞什么疯愿不疯愿 那我最后要讲一个事情 其实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医疗人力的调配 是一个接下来 这个相关区域的医院 要去处理的事情 因为我在前天就讲了 现在除了这个医院 有一些这样子的疫情 所以你必须有一些病室要关 有一些医生要暂时停诊 那这些暂时停诊的医师 这些暂时停诊的病院 他们的病人去哪里 你不能放给病人到处跑 我不知道去哪里就诊 因为现在这种天气 本来就是上呼吸道 或者相关疾病比较多的时候 所以这个第一个事情是说 相关的区域要去整合 其他医院 你们能不能接分流 这些医师的分流 那我那天也稍微讲了一下 所以这就是健保署 过去长期以来 我们讲的业机制 所造成的很大的一个风险 住院医师比较没有差 因为那个染病的住院医师 住院医师是定薪 也就是说他照顾两百个病人 跟照顾两个病人 理论上薪水一样 主治医师是业机薪 也就是说你现在希望感控疫情 所以请大家都不要看诊了 请这些医师你隔离十四天好 那你这十四天的薪水 怎么给人家 所以现在接下来 我想这比较长远以后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必须跟这个病毒 长长远远 你未来半年一年 都要因应这件事 对 卫福部也要开始有一个策略 是哪些专责医院的某些特定科别 我直接给你定薪 然后请你少看点病人 你的所谓的员工隔离 跟员工的相关业务 都分得非常清楚哪些你可以到其他楼层去看会诊 哪些你就是完整的进来看完诊 出去把那个动线全部弄清楚 最后我要再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你看像护理师 他是到诊所 那我们其实在去年 我就一直强调 请民众你如果没有很明显的症状 或没有很特定的原因 你到诊所就好 为什么 诊所的医疗人员 虽然防护没有那么多 但是因为他们接触是一般的病人 所以诊所你一旦出现 需要隔离 大概就是几个医疗人员 可是你如果是在医院里面串了一圈 你需要隔离就是非常多的人 所以也要麻烦主管机关 你在区域里面的分流 把所谓的就诊指引弄好 民众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到哪边地方去就诊 如果你是高风险群 打电话给谁 请谁帮你安排就诊 也就是这一个明确的指令要出来 那一般的民众真的不需要恐慌 而且其实这样讲回来 就是简单来说 最后一个结论 不用在那边整天封愿 那个是当时错误的策略 所有的医疗人员都记得当时邱淑提 他是卫生局的局长 穿了一身顶级防护进那边去 结果在里面接触病人的医疗人员 没有那种顶级防护 所以那完全是错误的政策 不要再讲那件事了 你讲那件事 只是再一次让医疗人员 记得当年你们的政策是错误 OK 好 这静怡是讲到重点 就不要去轻易的说封愿 不分青红皂白的封愿 其实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那现在社会上可能会弥漫出一种 担心疫情会扩散 特别是医院的部分 所以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谣言 谣言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他们就说这什么台湾十天之内 要进入所谓的武汉肺炎的关键期 所以要严禁进入公共场所 避免戴隐形眼镜 回家时穿过的衣服 也先要掉 先在户外 先掉个两个小时 也许你小心一点是没有错 但问题是不需要那么的恐慌 那这些这个讯息 是不是在制造恐慌呢 但是我们也看到蓝营的人 似乎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捡到枪了 就开始这个狂批了 我们看到包括孙大千 就说医护如果按照规划 优先接种疫苗 还会被感染吗 问题是现在有哪个疫苗 能够保证是你这个注射了之后 就没问题呢 在那边看媒体人也说 这个李燕秋说 指挥中心别在当 这个别在大内宣了 自以为是神了 来杰明哥 有这样的状况吗 有这些蓝营人所指控的指挥中心 是这样子吗 指挥中心从来没有把它当作 自己是神 其实我的看法事情是 指挥中心是 指挥中心是我们抵抗武汉病毒的精神堡垒 那你把这精神堡垒把它丑化 那当然让台湾人就更加的紧张 这对你这个 这位人有什么帮助我不懂 而且事实上 陈时中部长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神 他每天是非常的努力 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他自己也去解读 我身体也曾经有病动 我也去检查过医生 我也让我自己身体能够变更好 那甚至你还记得画面吗 曾经这个总统还是行政院 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办公室 吓到了 他就旁边一个行军床有没有 他已经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这样的人 你要这样去批评他自己是神 我觉得有没有良心 这良心是怎么了呢 好那因为事实上我们就就事论事 这两个也不是医学专家 我也不是医学专家 但是我们现在有医学专家在这边说了 事实上整个医院里面 他就是分成三个区块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绿色 还有这个红色跟黄色 那现在红色的部分指的就是 我们说现在正在比较是严重的地方 就是专门治疗武汉病毒的人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陈志忠也承认了 我们这个地方就把它先暂时封起来 但是病人还是维持原况 只是人员在互动过程当中 增加更多的一个距离 那你这时候就要扩大都说 绿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门诊的问题 绿区也要封 我在讲你封什么院啊 每次讲封院我就讲国民党的恶职 那时候死了多少医生 多少护理师 难道国民党不会继续那时候教训吗 所以整体而言来说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厘清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那么现在的状况就很清楚 大概目前为止就是 可能有更多的人 但是目前为止就是 还是处于医疗人员彼此的感染 并没有扩及到其他的病人 其他的这个不是其他的人 而其他人都已经第一时间得到医院的 这个指示或者陈时中已经透过这个疫情中心 已经告知你这时候居家隔离 完全是标准的SOP 我们过去这一年就是按照这SOP 让台湾成为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现在还是按照这个地方 有错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最恐怖的事情 并不是多少医生或多少护理员感染 而是有些人去制造这样的恐慌 让大家觉得实在很恐怖啊 网路这样传啊 甚至还传什么 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自己也收到 说某个医生的太太 用那种很激昂的语气 说你们真的不要出门 你们要小心 哇整个是一分半的时间 传到每个人的这个手机里面 看有这么夸张吗 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不严重 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事情 它也那么轻松 而是我们就按照我们现在状况嘛 对不要去渲染 对不要去渲染 你就记得一件事 就是随时戴口罩回家用酒精清洗 进了大卖场之前清洗完 离开大卖场也清洗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都有附这个所谓的酒精液嘛 所以我应该这么说 谈谈我三件事要跟大家说 第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护理师 我们刚才前面两位都已经说了 他第一次采婴 我想每个人采婴的时候 心情大概就会比较轻松 我们知道在我们家里面 也有所谓的护理人员 他每天都面对这个病患 他们其实对于感冒这个事情 他比谁都在乎 那因为他们第一时间采婴 也相信自己的这个采婴是正确的 所以有些感冒也不要麻烦大家 自己想说到医院去吃个 到诊所看个病就好了 因为上班时间真的很忙 我下班就赶快回家 我还留在医院去看诊 那我一样跟大家排队 这件事情对很多的医护人员说 那我回去按照一般的流程 到家医科看病 我请问这护理师 按照医院流程 他回去先看家 这个所谓的家庭医科 这有错吗 我不认为这有错啊 虽然陈时中说他的警觉性很差 可是可能很差 但我认为是这是医护人员 本来就是他们认为说 他们在整个医院 已经得到充分的防备 怎么会带 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 带A95还会感染 这件事我想谁都不知道 我想这个案例也 大家觉得压抑 这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不能去感染护理师 第二件事情 这个事情现在 我们的这个疫情中心 已经全面去管制 所有的医护人员 而且对医护人做 全面的一个生亚调查 我们就静待 这到二十八号之前的状况是如何 第三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不要有这些人 这些人讲这些话 我觉得你真的还有良心 我可以这样讲 你后不要去医院看病好了 因为大家都这个关心疫情 但是你关心的这个方式 是让他们觉得 是不是完全糟奸呢 来 郭东哥 当我们的疫情 一有风吹草动 一有变化的时候 来因这些人 就开始忙着攻击指挥中心了 总讲这两天看电视 看到陈时中的召开记者会 带病开记者会 真的很不忍心 不忍心 除了说他自己生病了 还要顾虑所有的 这些防疫的工作 过去一年来 防疫做了成功 所以人民现在有一点 把所有的要求跟期待 就提高了 自己都松懈下来 然后指望防疫中心 要做得非常完美 这种心理是很正常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嘛 你只要你看看 走到哪里去都人山人海 大家好像以为 我们有个防疫中心在 我们都不怕了 有些口罩还不愿意再戴了 所以这种松懈下来的现行 看到陈时中这样子 我们真的是很不忍心 怎么会还有人 要苛责他们呢 但是刚刚林静怡医师讲出 一个很重大的重点出来了 给观众了解 你现在再怎么封印 都没有用处 现在问题是怎么整合嘛 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需要防疫中心要告诉 全台湾的民众 第一个为什么外界会质疑 医疗能力不够 我第一个时间也是在 觉得很奇怪 我们不像别的国家 英国 美国 日本 一天几万个 一天只得多少人 医疗设施 简直塞爆满 我们这一年来人数没有增加 有没有大量扩散啊 那我们为什么医疗能力不够 我一直想不通 刚刚林静怡医师解释了 因为我们的医生还要去看其他的病啊 他虽然是专責医院 但是他是门诊他要去看啊 这一次838传给856的 同样在照顾一个喉咙卡到异物的一个病患 住院医生戴的是外科口罩 主治医师戴的是M95 两个在研究这个病情怎么样怎么样 就感染到传染到了 这是最新的一个医师被感染的是 因为这个原因 那他怎么能力不够呢 并不是这批人专门在治疗这个武汉会员 他还要看其他门诊 所以是负担加重 怎么整合 刚刚林静怡讲 怎么整合是你主管单位要负责任 我认为除了主管单位负责任外 各医院你拜托也要自己负起责任吧 每个医院的院长 你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很严禁 在这么严禁底下 你必须要让医疗能力怎么样分配够用 才能做出更好的成绩嘛 结果我一看 如果这东西做不了的话 你封院也没有意义 你发生问题 每个医院都封 那最后是封城的 没有多大意义 现在是怎么整合 把这个昏仓昏流都做得很好 专责医生要怎么样 我们都还没有大量感染 如果不赶快做出这些动作出来的话 那将来真的有医院 院内感染的话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是 医生跟副理师 我们现在其中焦点都放在这里 那这个医院里面有多少去探病的 多少病患病人住在那里 现在只是说确诊彩因 没有怎么样 但是后面有没有发生问题 如果有的话 他没有症状的话 他回他的社区回到家里 那就是把医院的群聚感染 带回社区带回家庭去 这个问题不更严重了吗 所以这两个问题 是防疫中心要赶快立即解决了 第一个为什么会刚才质疑 为什么会外界这样质疑呢 所以我们说防疫中心除了在应付这些外界 当然我知道他们不会去理外界这个 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很多观众他的疑问 大家都是一样的 他们会想出这个问题出来 我相信北部这个地 这个城市 每个人住在附近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去看病的医院 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你这个警截性也太差了 所以我说这个也不是说医院内部的院长 还是行政人员 必须要加强 对你们的医护人员 对你们医疗人员 应该要怎么样再给他们鼓励 再给他们要求更大一点 不然人民在讲说黄医中心 现在大家看起来都没有事情了 突然这个事情爆炸起来 人人都感到不安 人人都自危 住在桃园的一北城 刚刚来我问他 他说他也很紧张 我是北部市 那大家当然都紧张了 所以我是说 这种事情是黄医中心 你可以赶快做一先还放的 不能再让他扩大下去 因为我们一年来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期待高了 就以为都没有什么事情了 大家心里都很放松了 结果呢 如果说病径还在 在悄悄的在那里资深 在那里扩散的话 那那时候再来讲说 要怎么样怎么样都来不及 因为那时候是医疗 真的会能力不够的 面对北部医院 这个院内感染扩大的情况 指挥中心今天有最新的说明 现场我们的桃园闽胜医院院长 刘怡廉 刘院长也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说明了 要请教刘院长 就针对这次北部医院 这个当然指挥中心已经说明的是 这个属立的桃园医院 他们发生这种院内感染情况 现在有扩大情形 怎么样看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这个病毒 会从这个医生照顾的病房 跑到外面来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想一下说 怎么传染的 所以无论是世界上所有最好的文献 就讲说大概三个 第一个要防止 第一个要戴口罩 第二个要勤洗手 第三个保持社交距离 这段时间我们发现说 病毒在这个环境当中 比如说在塑胶开可以活三天 如果是在不锈钢活两天 再只活一天 这个情形来看 我们跟其他一些专家的猜测 是因为这个病毒 就在环境当中了 后来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因为这样传染 所以口罩我认为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不然大家不要忘记 大家说N95嘛 那为什么不叫N100 因为它可能就组隔 95%以上 所以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而且在戴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有一些戴的方式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戴的时候 都要做一些密合度的测试 所以如果一些义务同仁 很急很赶或者很累 难免会有口罩的一些舒适 这都要做这个考量 因为在医生的休息室里面 有发现病毒 显然是不是医生在 可能不经意或不小心的过程当中 把病毒给带出来了 所以这一次的经验 也让我们 其实每一次的危机 就是这个转机嘛 所以跟在提醒我们 其实包括我们今天 宴方我们在宴开会的时候 同仁就提醒他们 不要更加落实洗手 保持 特别是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医护人员之间 就像刚才各位来宾所提到 我们是要分流 医院的分仓分流 是针对医疗照顾的分仓分流 可是我们也要提醒他们生活上面的 是不是要做这样的分仓分流 比如说刚才提到说休息室的问题 是不是在照顾的一些确诊个案的一些医护同源 他的休息的地方 是不是要做一个分仓分流 从这次的经验当中 也可以提醒我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再去做更大的一些的管控 另外一个即使在回去当中 其实医护人员 我刚才听到各位来宾对医护人员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也代表我们自己院方 大概一千多位的医护人员 真的谢谢你们 这段时间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 有些医护人员真的也不敢回家 他说跟院长讲说 可不可以让一个地方让他住 因为他怕回去就会 会不会有风险 影响家人 家人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为这个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我们在那边打仗 那院长那有关 因为医生跟医生之间 好像说讨论十分钟 面对面就染疫 那未来什么 医护人员难道也要保持安全距离吗 有办法做到吗 这部分我们有讲说口罩以外 另外一个是不是 他有其他的 是像洗手问题的传染 都好像有在到里面 所以现在如果是这样紧急的状况上 我们大部分会用视讯的方式 或者用赖的方式 可以做这样一个讨论 可以做这样的讨论 可是你同一个病 是同一个科里面 怎么做事情 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还是要 落实 请戴口罩 请洗手 跟社交自己的感控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对 那当一发生这种 院内感染情况 因为外界有植疫 这852跟856的感染医护 在838确诊之后 没有居家隔离 这个是有实际上的 这个困难做不到吗 这个就还是回到 确诊个案的定义的问题 那时候如果是密集接触 没有防护措施的 15分钟内的传染 都不框架是他居家隔离的对象 对 所以也因为这部分 我们想无论是在 陈时中部长 或者其他专家上面 也会针对这部分 在做其次的检讨 从这边发现说 如果是一旦有这样的接触 无论他的时间 我们有防护的话 最后应该还是会做居家隔离 甚至到最后的24小时的 这边采检的管控的部分 所以刚才来宾有提到 我们这病毒是新的东西 我们不能用SARS的来想说 怎么来防护它 我们不断的要做滚动式的一个休仔 在台湾这段时间已经在防护掌 我刚才看到世界卫生族 针对全世界有9000多个个案 我们台湾800多个 全世界排181 我们目前守得还算非常的好 所以不能因为说 只有单纯的个案里面 就是在质疑说 这样的大家的努力的过程 需要全国的医护同仁 跟需要全国民众的肯定跟鼓励 所以前几天蔡总统写封信 给这家医院 说大家不要弃怀 大家一起同时 一起来致援我们医护人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全国的医院 现在光是这个防疫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升级 特别是针对保护医护人员 这部分你们有讨论到吗 这有讨论到 包括协助採检 包括分仓分流的落实 除了是医疗照顾的分仓分流 刚才提到说 无论是在讨论室 还有群聚的讨论部分 这部分都要做一个取消 会议上面做视讯上面的讨论 有外宴来的这样部分 我们就尽量减少 让一家医院 每家医院都是干干净的 整个足迹都非常的清楚 是不是说减少那种 很多人一起会议的 这就是交叉感染的风险 所以这段时间 也是在提醒各家医院 赶快再做 警察方面的感控的措施 希望把这样的压力 减少到罪免 因为这家医院 离我们医院 是相当的近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 非常的审慎来处理 希望能够协助 大家一起协助 把这家医院的 院内的感染部分 赶快把它做结束 是 那院长有关就是说 社区感染部分 因为这个也有护理师 是在他们的社区当中 因为现在可能 桃园地区的民众都会很担心 是不是有社区感染状况 这部分也是都非常的担心 因为他回到家里面 所以在匡列的部分 包括他家人 包括在媒体 或者在疫情指引中 提到说家人有些症状 这部分目前在採检当中部分 所以採检 有人会提到说 一采会因二采是一样 因为还是准确性的问题 他的准确率 可能是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中间 还有涉及到採检的方式 都有很多变数在那边 所以为什么要不断地 採检的原因是在当中 所以现在一采 已经没有办法放心 必须可能要二采以上 才有办法那个确定 从这样的案例来讲 可能他要多採检 多点谨慎的部分 才有办法防止 这方面继续的扩盛 当外界在针对这北部医院 有这院内感染扩大 马上就说 应该要赶快奉院 余将军 我们说因为过去 有这和平医院 奉院的惨痛经验 过去你是不是也曾经 遇过这样的情形 当时和平医院 在做奉院的时候 刚好我们就在 北部的军团服务 所以我们就是奉命过去 资源消毒的 所以我们很清楚 当时的产况 孙子兵法里面 有讲过一句话 叫战胜不复 要作战胜利 不可以用重复的方式 在和平医院的当时 这个战役打得很漂亮吗 胜利了吗 我觉得是没有吗 造成了很多 所谓人间的一些惨剧 我们就有一个朋友 就在住我们家附近 他的父亲是医疗 是医师 他的母亲是护士 这种很多嘛 医生取护士的话很多 父亲跟母亲 全部都被隔离 在和平医院里面 都关在里面 对关机不能出来 两个孩子 一个幼子园 一个上小学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个孩子要谁来照顾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是 左右邻居都发挥了 这个有爱的精神 就照顾他 那其实有没有 人性的黑暗面 有哦 不要来幼子园 这两个小孩不要来幼子园 被幼子园拒绝 这两个小孩不要上国小 都有都有 那就是人性的黑暗面 那我不希望让这种 人性的黑暗面走出来 所以封院其实是一个 我讲出来很简单 他就封 所有人都不能出来 你的家人在里面 你赞不赞成 今天你的妈妈 刚好去那边看病 你的儿子刚好去那边看病 完了锁住了 你会叫吗 你一定抓狂的 这样就封院吗 所以不要随便叫 他因为知道你不会封 所以这样叫 那事实上 我觉得疫情指挥中心 要做一件很明确的做法 就是说 每一个只出不进 这个出是有条件的出哦 不是说你跟谁接触过 都可以出 他是经过条件考核追踪 你是可以出 让你出来 如果你有任何千万分之一的 可能会被感染 你绝对出不来的 你一定被送去隔离 所以这就是疫情指挥中心 他必须要做 所以这个前进指挥所 会开设进这个医院 有道理的 按照栽防法 他是已经经过了评估 这是有必要的 他前进做协调 做管制 做回报 他的目的是 不要让疫情 就这个群聚 就群在里面 不要扩散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大家这段时间 遇到这么 这么狡猾的这个病毒 大家团结一致 对抗病毒 好 再来关心 中国疫情的最新发展 他们的卫健委通报 新增109人确诊 无症状是115例 那其中93人是本土病例 河北有54人 实际上河北省现在 疫情发烧 龙瑶县爆出病毒检测 结果造假 那龙瑶被迫在今天展开 第三轮的检测 全员隔离等同封城 乖乖排队轮流筛检 中国五非疫情 持续蔓延 18号河北南宫市 就展开了第三次全员检测 只是要全员检测的阿友 形态势下的龙瑶县 因为龙瑶县的第二轮检测 竟被发现 数据造假 龙瑶县第二轮 核酸检测任务 维托 吉南花西医学检验 有限公司承担 该公司收集点 负责人 翟某某 在样本上未检测完成 位置 以完成检测数量 和结果的情况下 于1月14日 向龙瑶县维检部门 黄暴送监药门 全部为阴性 现公安 卫健的部门 正在对这一 涉嫌 数据造假 假暴情况 抓紧进行深入的调查 事发后 龙瑶也从零确诊 改成两人确诊 及一例无症状感染 当局并发布 防疫风控通知 龙瑶所有居民得居家 隔离 不允许自由走动 活动范围 仅限于自己家 沿见疫情大爆发 河北各地进来 也忙翻天 石家庄不仅要延长 封闭到19号 同时也派出 武警支援检验 据说当地有高达20 所学校都传出 有人确诊 而且不少学生 是检验了六七次后 才发现 是阳性 至于原本快要竣工的 隔离房 黄庄公寓 也将扩大面积200亩 相当于133200平方公尺 大小接近一个天安门广场 将原定的3000间房间 增建到4160间 我们看到中国的疫情 现在传出的讯息 都让他觉得匪夷所思 除了外界认为 中国一再隐匿疫情 现在是出现 上下交相隐匿的情况吗 河北的检测 竟然是有外包公司 外包公司竟然回报 全部阴性 名誉 怎么会出现 这种离谱的状况 后来时候改口说 原来其实是有阳性的情况 我先讲两个 就是说现在到底 中国的疫情 到底有多严重 自从河北的石家庄 爆发本土感染之后 目前已经扩散到9个省份了 你包括山西 陕西 山东 浙江 这些比较大的省城 那现在呢 这个媒体就风说 现在中国的疫情 有出现了三个字 叫做随地倒的一个状况 随地倒是什么状况 就刚刚主持人一开始讲说 那个衰化市 它是在一个润风源的 一个小区的门口 就有一个民众 就突然拍到 就倒地了 那在河北的这个状况 是说有人在排队检测 那排队检测 他也是突然就 就倒地了 那陆陆续续又更多 像北京坐地铁 也是一个阿伯 就倒下来了 所以你看 就是你排队的 走在路上的 什么森林公园 做运动的 甚至还有一个人 是在东莞的一个 景头市场 他只是吃一个螺蛳粉 然后也就 就倒地 非常非常 很诡异 对 所以媒体才会说 因为现在陆陆续的 这个视频 就一直传到 这个网上来 那当然了 就是说要 这个网友故意 也不是说故意 他就这样做 是说 因为中国官方还是 就是一直隐匿疫情 不愿意把真正的 这个实情公开 所以网友就用 这种随地倒 这种比较惊悚的影片 就是要戳破 你中国官方的谎话 就事实上 你的疫情已经爆开 可是你都 不愿意去讲实话 你看他的数字 还是停留在 九万多人确诊 就是 是这个 美国都已经 都已经几千万了 结果这中国 还一直停留在九万 所以大家都 不太相信 他的真实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 这个专家是 是认为说 现在天气又这么冷 所以你再加上 疫情的关系 所以才会出现 这种随地倒 可是有更可怕的是说 像我们以前 就是如果说在台湾 你看到有人倒在路边 你就是赶快跑过去 把他扶起来 或者是说 你不一定移动他 就是说 但是你赶快去叫医生 有没有 或者说通报这个医院 可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没有人敢碰 没有人 就你倒在地上 就大家就 就还赶快这样子 靠远远的 然后就 就赶快拿手机出来拍 拍这个视频 就出现了一个 我认为还蛮 蛮荒凉 蛮可怜的一个景象 因为大家都不敢靠近 担心就是被传染 所以现在这个 就随地倒的状况 就变成说 大家就就是拍 然后想要po po到网路 去戳破官方的 因为也是担心 对 因为你会担心 太靠近去碰 有可能疫情传染 对 好那讲到就是说 怎么会这样 除了戳破官方的谎言的话 现在真的是上下交双贼 你上面官方在隐匿疫情 你下面呢 甚至这个河北 他就是在讲说 他因为他自己 没有能力去做这个检测 而且他们就是 每次出现疫情 就像要几千万人 去做一个检测 检测 没有能力 你就只能外包 所以这次河北 出了一个大包 他把它外包到一个 这个尾游 一个济南华西医学检验中心 把它外包出去 就这些医学中心呢 他就是塞了31万人 31万多人 那他第一时间的 不知道是不是时间的压力的关系 他就第一时间就去承报 河北就说 全部都是阴性 31万人全部都是阴性 结果没想到再过没几天 就立刻改口说 有啦 有阳性 但是事实上都已经有确诊了 才跟人家说有阳性 所以目前为止 现在就是这个官方非常的震怒 就认为说 这间外包中心开始要去严查 严查说 你到底为什么要去隐匿这个疫情 然后隐匿的话 然后这个现在就造成就是河北的大扩散 因为你第一时间讲人家阴性 那就什么居家隔离 什么都没做嘛 那你过两天才改口说 没有啦 我有阳性 那疫情都扩散到哪里去了 都扩散出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 现在震怒要开始测查 可是问题是说 这家公司背后的水 听说蛮深的 来正好 特别是现在也了解到 我们说上下交相隐匿 但是也了解到 中国是不是也把责任都往外推呢 刚刚民运解不亏是资深媒体的 一句话就点出了问题之所在 济南华西公司的背景 水真的很深 我一件事一件事讲 今天河北的荣耀县 他今天要检测 他检测要外包给公司 对不对 外包 他自己当然 因为是小县城 你自己没有实验室 你一定得外包 你外包的时候 你外包给河北华西公司 可是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要谎报 他如果可以好好检测 他何须谎报 很简单 他中国的整个防疫 有几个大问题 第一个 明明量能就不足 可是你上面不管这些 官大学问大 那时候河北就说什么 我石家庄两天之内 一千三百万人 我要检查完 他管不管你石家庄 检查不检查完 两天上千万人 对啊 你检查不完嘛 好检查不完的话 那我就开始外包 那我外包厂商 包不包得完 也包不完嘛 所以各种怪事情都有啊 好一个检体十几个 甚至上百个一包 我一包统一把口水拉拉 去检查 检查完之后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没有的话 这一百个全部都pass 然后呢 如果有的话 再从一百个里面 再重新再检验 可是问题是第一个 这些怪事 在很多现实社会 都不能接受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最后还是检测 检测不完怎么办 河北华西公司 就谎报啦 而且我像 你认为只会有一间 河北华西公司 谎报吗 不只一家 一定不只一家 大家都这样子搞 他绝对 我们都讲过 你发现一个犯罪 背后还有一百个犯罪 这叫做冰山一角 那河北华西公司 怎么敢做这些事情 我这样讲 他去年四月 就出包过一次 就被通包 然后没有事情 重重拿起 轻轻落下 这东西在台湾 有可能发生吗 你现在还敢用 加力的口罩吗 关于华西的加力 是什么吗 那个黑心口罩 黑心口罩国家 对不对 在正常民主国家 你在防疫的时候 你只要出一次包 我就永不入用嘛 去年这个济南的华西公司 去年就已经出过一支市 重重拿起 轻轻落下 为什么 他的背后是山东核子 基因公司 全支 山东核子基因公司 背后是深圳核子基因公司 深圳核子基因公司 现在在全中国有五十四家分公司 三十三家实验所 跟中国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的 所有医学大学 有策略性的科研研究 他是后面有个副爸爸 他后面是个有背景的爸爸 他后面是有个大集团的 那深圳核子基因公司创办人是谁 是深圳公安局的法医 跳出来创办 你相信是个法医 跳出来创办 创办几年之后 你在全中国有五十四家分公司 三十三家实验所 跟中国所有顶尖的医疗大学 全部都有策略科研合作吗 这个法医背后有没有人 当然有人嘛 这就是中国最荒唐的一部分 就是你看第一件事情 官大学问大 长官说要检测多少 下面只能照做 第二件事情 外包出去公司 每个公司都有背景 每个公司都有后台 这么多医学公司 为什么偏偏包给集团华一 你河北的包给集团华一 为什么要包给集团华一 集团华一 有后台 那有后台的话 整件事情出报 敢不敢办 我跟你讲 即便办 我保证办到集团华一而已 你敢办到深圳核子经营的 那个创办人吗 也不会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中国防疫的问 最大问题就是 没有人真的把这件事当个科学问题 每一个都是政治问题 官大学问大 下面把它当商业问题 我能捞尽量捞 我尽量去承包越来越多检测 我发大财 可你想想看台湾是什么态度 台湾是很谨慎面对每一次检测 很谨慎面对每一个病毒 可问题是你看多狡猾 案85的钢毯一踩阴 后面还是确诊 案856带了外科口罩跟N95口罩 还是确诊 案838自己 全套防疫进去还是确诊 就是这个病毒那么狡猾 在台湾如此公开透明 然后永不入用 然后面对这个是所有都最高最高 标准还是免不了 有挂万肉衣的状况 更何况以中国这种态度 官大学问大买办 然后关西等等的 怎么可能不扩散 我认为扩散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中国的防疫显然难道都是要靠这些 有关系的人在做吗 那也难怪是不是这个漏洞百出呢 当然台湾的检测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要请教刘院长了 台湾有可能像中国那样是把这些检测工作给外包吗 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那个外包大概会发生的 就是他最后的监督的问题 所以他一下核准台湾是相当的严谨 以我们自己医院为例的部分 我们当然要申请的 一开始要做这样的外申 要设计一个负压的一个环境 而且所有操作人都要在负压 跟做很好的N95那些防务措施 而且在做完以后 还有卫物部的疾病管制署 还要再来看 所以都相当的严谨 因为这样严谨 所以不是很多医院愿意来做摄理 因为他有他的成本考量 有那空间的考量 还有他的繁度的复杂度的考量 所以在台湾这部分 甚至连一采印的话 我们都相当谨慎 甚至要考虑做二采三采 每一次我们都花很多的时间 在做这样的监测 所以对应到对岸目前的 用外包的方式 我想还是回到他的监测 监督处的问题 并没有好好的 像台湾的话 无论是在这样的实验室 武汉肺炎的实验室 一定是生物安全第二级 这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实验的方式 嗯哼 嗯哼